今次跟大家說一下我剛剛去了四日巴塞龍南之旅 四日行程中第一天我在酒店附近的南寶拉大道 即是巴塞龍南最熱烈的街道散步 這個街道就是最多遊客的地方 所以大家要小心爬走 除了南寶拉大道之外 我也有周圍鑽鑽鑽 因為我發現西班牙這邊有很多地方都是四通八達的 轉角角有很多驚喜 例如飾物店、精品店、服裝小店和咖啡店 很多都很漂亮的 不過日休息真的沒問題 晚上就小心一點 好像這個已經有七百多年歷史的教堂一樣 我也是轉角角看到的 所以我也沒有特意去計劃 但已經發現有很多很漂亮的景點可以拍照 還有很多商店可以看 因為我是冬天去西班牙 所以晚上五點多就已經入黑了 早上八點多就已經有太陽 晚上的南寶拉大道也很漂亮的 第二天起床就是我的旅行重點 聖家堂 來到聖家堂真的讓她的外表覺得很漂亮 但是記得一定要入場看 入場更加驚喜 我真的覺得高低是很厲害很厲害很厲害的一個人 重點要說三次 看完聖家堂之後 我在附近的咖啡店吃東西 然後看到有些好像披薩的物體 然後我就很餓了 一定進去吃 我就再問我西班牙的朋友 是不是西班牙菜來的 他說應該是跟意大利混在一起 不要緊 都很好吃 你看我的樣子吃得多開心 吃完午飯 我就徒步用了十五分鐘 從聖家堂走到聖保羅十字醫院 這裡很漂亮的 有很多展覽和打卡的地方 記得一定要入場看 第三站來到龜爾公園 真的很難找 一點都不接近地鐵站和巴士站 不過上來的景點真的很漂亮 打卡一樓 回程讓我看到巴特樓之家 我也在外面拍了照 不過沒有進去 第三天來到加泰龍尼亞音樂宮 這裡有百多年歷史 真的很漂亮 裡面每一個地方都很貴麗堂 不過就不可以自由參觀 一定要買了票之後跟道上團 語言主要分為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這裡1997年已經成為文化遺產 真的很值得參觀 參觀完音樂宮 距離十五分鐘路程 就找到這裡的海船門 最後走到米拉茲甲 不過我沒有做足準備 原來當日沒有開 來到最後一天 我就在國立美術館附近 走了一個圈 再打卡拍照 整體來說 四天的巴塞龍拿之旅 真的很滿足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Bow y嘛 我們下次見 然後再見 請看 感谢观看